小故事屋 这事儿很简单 这一天 红袋鼠火帽子跳跳蛙 三个好伙伴要吃一顿美味的营养早餐 看 我为大家准备了全麦面包 妈妈刚烤好的 热热香香 味道一定棒 看 这是我带来的番茄 鸡蛋和香肠 保准吃了像我一样装 吃的有了 饮料也很重要 你们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是酸奶和豆浆 我们都太喜欢了 营养早餐大会现在开始 我数123 我们开 红袋鼠 别啰嗦了 赶快吃了吧 真香 真香 教室的 面包热的吃更香 这两个小缠猫 豆浆给我了 谁也不能和我抢 谁和你抢 酸奶才是我的最爱 豆浆 豆浆 豆浆有营养 常喝豆浆身体棒 得了吧 酸奶才叫有营养 多喝酸奶能不盖 不盖就能长得高 长得快 又是豆浆好 酸奶好 豆浆 酸奶 豆浆 你们别吵了 要我说 酸奶 豆浆都挺好 两样换着喝 这样才更好 有道理 可是 你们怎么了 豆浆好是好 可是要用吸管挺麻烦 你看 你们看 吸管都弯了 这是呢 你的吸管太软了 我看 还是用剪刀剪开吧 看 又是这样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豆浆香 酸奶棒 就是吃不到 这可怎么好 别着急 别着慌 其实这事很简单 我才不信呢 简单 你可以自己试试啊 黄帽子 我想红袋鼠一定是有什么法宝 可以轻松地把瓶子打开 红袋鼠 快交出来吧 跳跳蛙 跳跳蛙 你别闹了 怪痒痒的 我就用普通的吸管 没有什么法宝 红袋鼠 红袋鼠 你吹牛 我们不信 看我的吧 我有绝招 这是吸管 这是豆浆 完成 完成 哇 这豆浆可真香甜 红袋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快告诉我们 快告诉我们 好好好 我告诉你们 我的诀窃就是把吸管变硬 变硬 不可能 除非你会法术 我就是会法术 而且这个法术很简单 你们也可以学会 快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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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好 用大拇指 堵住吸管的上端 这样一扎 看 吸管进去了 就这么简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吸管就能听你的话呢 哈 这是因为 当塑料吸管的异端 被大拇指堵住时 快速插入 使空气压力突然增大 这样 塑料吸管的整体刚性 突然加强 就会变得很坚硬了 很容易插入风口 小智慧 大科学 不信 你们也试试吧 好好好 我来试试 不 我要先试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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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